卫冕冠军山东泰山跨过武汉队挺进足协杯四强 他们显得非常平静 因为半决赛并不是他们心里的终点 点球淘汰四川九牛后 河南松山龙门的球员们异常激动 他们肆意庆祝着 他们创造了队史足协杯最好成绩 半决赛上鲁豫有约如约而至 我们知道对手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对手 然后山东龙队现在在联赛当中 他们是排名第一的 对于我们来说 面对任何一个对手吧 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对手 我们这次足协杯 确实也缺少了很多重要的球员 但是呢我们这次足协杯 我们派出的这些阵容 我们的球员都保持着充分的动力 相信我们会给对手制造这种非常大的威胁 在与九牛队的比赛当中 受伤下场的衣卧 让河南松山龙门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失去了进攻端的一大力气 但就像安东尼奥所说 他们的防线也不是随便就能被轻易突破的 而豪伟也再清楚不过 他在这次足协杯的比赛当中 强调最多的就是进攻的效率 可以说先祝贺他们吧 那么顺利晋级 希望有一点点吧 但是跟之前还是差不多吧 希望我们能够解决更好的一个 特别的防守的弹 赛前动感的音乐 响彻河南松山龙门队的更衣室 而山东泰山队的更衣室 一时安静 当然这只是两队习惯不同而已 球员们在各自熟悉的节奏中 等待鲁豫大战的开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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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比赛也如预料般 从第一分钟开始 就进入到胶着的争夺当中 山东泰山控制节奏 不断寻找撕开对手防线的机会 河南松山龙门固若金汤 多次打出犀利反击 场上双方你来我往对抗激烈 场下主教练各时才能只会落地 没力没力 最终 凭借德尔加多的进球 山东泰山一球小胜 鲁豫有约占据先机 不过这样的比分双方都不是满意 对双方来说也都还有机会 这个比赛对抗还是非常激烈的 大家也看到我们在防守端上球队 果然出了非常坚持的这种防守 然后包括我们也打出了非常高质量的这种反击 我们比赛还没有结束 我们要下班回合的这个比赛 然后我们也向大家讲 这个河南永远没有放弃 然后我们的目标是一直到我们想进入这个比赛 我们会尽我们的权利去达到我们的目标 队员们能够拿来这场比赛 但是还是需要还有下场比赛 希望他们能够打 可以说他的状态越来越不错 但是如果从总体来评价 其实他还是应该能够进更多球 其实大家也看了他有不错的机会 但只不过是还没把握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